8月 很多年轻人在收拾行装 要离家上大学去了 在中国 河北省衡水第一中学 是升学界传说级别的学校 如果学校的教育价值观 能被一个字概括 那么衡水 已经在校园石碑 明明白白刻下这个字 以赢 每一次各地记者到衡水中学采访 总会为校园内 无处不在的励志口号 严苛的作息制度 以及军事化的管教 深感震撼 在前段时间 当衡水中学一位学霸 登上节目发表演说时 他惊人的发言 将同样的震撼 传达到更多民众心中 这位学霸说 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 也要立志 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这一往无前的志向 似乎明确 但细想想 又茫然了 对当今很多年轻人来说 高考 进名牌大学 是唯一出路 既然是唯一出路 就必须要全力争抢 家长 老师都这么教导 于是 清晨六点到校 晚上十点半 离校 变成了 理所当然 带动的教育内眷 也变成了 无可厚非 结果就是 许多孩子离开学校以后 要花上很长的岁月 疗愈自己 曾有一位 恒水女校友 跟记者透露说 她成功进了大学后 用了三年时间 骗寻心理学的书 试图找到自我 仔细审视这件事 会发现 整件貌似合理的事情 最不合逻辑的地方就是 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 是教人做出有效选择 当然在高压的教育环境里 学生还有选择权吗 很多人拼尽全力 进了大学之后 才发现 根本不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中国的大学之道 源自孔子 孔夫子曾在一个 非正式场合里 问他的学生 言冤还有子路 何个言而知 意思就是 把你们的愿望 志向 讲出来听听 何个言而知 短短一篇对话 将师生三人的形象 都展现出来了 言冤的家世 按恒水模式的标准 是个土猪了 但是他的志向 不是获得高车 而是做一名谦卑的好人 他说 愿无法善 无失劳 意思就是说 愿有一天 别人并未回应他的好意 甚至并未记得他的功绩 他也能做到继续谦卑的 善待他人 此路的父母曾经穷的 若没有儿子翻山越岭 背米回家 便没东西吃了 按恒水模式的标准 更是土猪家世 但他的志向 不是获得豪宅大院 而是做一名 慷慨的好人 他说 愿车马 依 清求 与朋友共 避之而无憾 就是说 愿有一天 他把最好的身外之物 借出去 朋友弄坏了 他能为友情的缘故 心里不起一点波澜 孔父子是两个 最忠心的学生 他们的追求 和儒家的理想 并不完全合拍 但是孔子欣然接纳 并没有强硬地改造他们 此处可见 初代孔门 并没有后世 今年累月 添油加醋之后 那样繁多的 死气沉沉的界限和规矩 初代孔门 对于教育的看法 何等气派 初代孔门师生的关系 何等舒服 何个言而至 这篇对话的场合 论语用了 是这个字 表示 就发生在生活日常之中 两位学生正在老师身边 服侍 从日跟到夜 观察老师的 待人接物 观察老师的 举手投足 古老东方的教育理念 是学习 效仿老师 做一个方方面面的好人 如果我们参考圣经福音书的记录 会发现门徒也是日夜跟随耶稣父子 为了做一个方方面面的明白人 正因为人性多元复杂 所以好老师 必定重视深教 却不会简单化的 紧咬一个僵硬的界限 严酷的规矩 他们会以自己 丰富自由的生命 去影响学生 难怪孔子说 不学诗 无以言 意思是 若没有习的诗歌那样飞扬跳脱的心境 说出口的言语 便如一潭死水 的确 比起规矩森严的八卜文 教育应该更近似诗 近代英国思想家叫做切斯特顿 他也说过 诗人 只渴求提升和扩充 让自己置身于一个 能舒展身心的世界 诗人要求的 是把头探进天堂 相反的 罗吉家寻求的 是把天堂放进脑子里 因此呢 罗吉家的脑袋分裂了 原来啊 言怨子路 是拜一位读诗的老师为师 怪不得身心舒展 整日整夜服饰 也不厌倦 著名的现代美国诗人 叫做弗洛斯特 Robert Frost 以 未选择的路 原本叫做 The Road Not Taken 这首诗 享誉全球 其中一段这样说 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 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啊 留下一条路 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 路径 延绵无尽头 恐怕 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之后 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 把往事回过 一片树林里 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了人机 更少的一条 因此走出了 这迥异的旅途 诗人面前 有两条路 他不能够断定 走哪一条路更好 其实啊 面对教育 面对人生 如果有两条路 摆在前边 那还好选 至少有一半的几率 能赢 那问题在于 大部分时候 我们连路在哪里 都看不见 连路的尽头 都猜不到 读诗吧 老师和学生 都一起读读诗吧 人性复杂 世界的规律更复杂 很多事情 能被逻辑解开 但是在更多事情上 逻辑毫无用处 因此 古老东方的至圣先诗 请人们读诗 而古老的圣经 更有三分之一的篇幅 是诗 诗能带领人们 领悟逻辑 再超越逻辑 找到身心安歇之处 圣经诗篇第一篇 描绘一名 真正成功的 人见人爱的 明白人的形象 诗中写道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这棵溪水旁的树 屹立不摇 深深扎根 不断结出果实 这是教育的终极意象 而这个意象 正像诗一样的自由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 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感谢观看